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事没事 朱小娘子这歌 七十三郎笑着说 一面接过避你递来的手心眼嘴 朱小娘子抿嘴轻笑 明亮夜灯下眼波流媚 场中的少年们忍不住看待了几分 回浪君 奴家曾去解庭寺看那无名舞字喜爱不已 器官一日得此灵感编排异舞 所以便以此舞字为其手 他窃息失礼 声音婉转说道 朱君可有觉得不妥啊 他这么一说 其他人也想起来 纷纷笑起来 有人打气道 十三郎 你又不是没见过那次 这么吃惊做什么 七十三郎笑着伸手表示歉意 没有没有 朱小娘子请随意 朱小娘子含笑失礼 那边琴师再次谈造 蒸蒸叮叮歌舞而起 躲在柱子阴影后的春林 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个少年朗君 见他专注地看着场中回旋摇曳的朱小娘子 忍不住眼睛发亮 这世上的男儿 哪个能对朱小娘子视若无睹呢 秦郎君真有趣 秦郎君是故意跟朱小娘子说话的吧 耳边传来旁边人的低声窃语 春林回过头 他神情惊讶地问道 秦郎君是哪个 旁边蹲着两个小丝 文言伸手指了指 小丝们低声笑道 秦郎君就是秦郎君啊 主座上秦家的十三公子 你连人家家里都不知道主人呢 啊 呵呵呵 春林恶然转过头 秦十三公子 那位自有残疾 博学多才的秦家小茄子 他就是那个秦十三公子 他忍不住前行几步 看着厅台前主座上那位少年郎君 少年郎君的视线已经移开了 对着一个方向正露出笑脸 动了动嘴 无声地说了句什么 眉眼皆是情意 春林随着她的视线看过去 那素衣端坐的女子也正微微一笑 你看你看 秦夫人笑着用手肘 撞了撞一旁的陈夫人 不知道眉目传的什么悄悄话 陈夫人蹲着酒吃 嘀声笑道 传的是郎有情且有义 秦夫人瞪眼看她 亨声说 哼 你这是极度 看我家十三与成娘子亲后 哈哈哈哈 再亲后也没用 陈夫人笑着用扇子拍她 我才不信呢 这世上人情还能胜不过一个死规矩 秦夫人说着停顿侠 看着那已经收了笑 认真看歌舞的小娘子 其实场中歌舞妙丽 四周笑语喧哗 仆妇拥坐挤挤 也等璀璨 好一派热闹繁华 但看向那端坐的小娘子 小娘子的身边 还坐着陈十八娘和陈丹娘 在低声地说笑 却依旧顺时剥离 这热闹繁华 离群所居 萧瑟知己扑面 这个小人儿啊 秦夫人自言自语说 我就不信 真不能逗笑了她 随着晨光一点点亮起 高大的三重城门楼 在眼前越来越清晰 老仆先开车帘说道 公子 公子 别睡 车内 王氏七郎已经歪倒闭眼 老仆低声说 公子 城门外 需有人送行 王氏七郎闭着眼 不耐烦地摆手 这么早起来赶路 我困死了 周期的人不都跟着呢 还有什么人送 这么说也对 老仆点点头 只是她也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好像应该会有很多人来送 是想多了 她迟疑一下放下车帘 坐在车上向前看去 周家的护卫骑着高头大马 胡拉拉的十几人在前 骑后便是程家娘子的马车 然后便是他们的马车 再后是两辆随行马车 分别用来装杂物 老仆看着前行的马车 觉得事情有些出乎意料 原本离经归家是他们负责的 但当那娘子开口之后 所有的事周家都办好了 为什么他会说 那娘子开口之后 愣神间车夫勒马 老婆回过神就没看去 此时天上早 但进城出城 车马行人很多 城门口自来容易拥堵 但所见之处并无拥堵 行人车马都被驱散开来 倒像是专门为他们出行开路一般 专门为他们出行开路 他又想多了吧 一个随从跑来说 古爷 前面有送行的人 周家的人过去了 真有人送行 他不由问道 是谁 大全说是周家夫人 周家夫人 早上周老爷来送他们的时候 不是说周夫人并未痊愈 不变起来吗 难道旧母外甥女情深如此 到底还要挣扎着来相送 既然是周家夫人来了 王氏鸡郎则不能不上前 他说道 公子 公子 快起来 周夫人 送行来了 要不是送我 王氏鸡郎抵过 老奴可不会纵容他如此 硬是拉了起来 急不过去 果然 见一辆马车前 站着被仆妇凑拥的妇人 衣饰华丽 面容秀美 此时正不知道说了什么 笑得用袖子遮掩 哪里有半点病的样子 诶 周夫人在哪 王氏鸡郎说着 一面私下看 老仆微微一正 回头看自己公子 他伸手指着说 那个呀 王氏七郎皱眉看过去 哪有啊 那个啊 老仆再次伸手指了指 看着一个随从 陪孝镇过去 大权去见礼了 怎么来得这么晚呢 秦夫人笑着 看着下了马车的成交娘 王家的随从 点头哈腰的说道 夫人您病着 还特意赶来 上一次他态度不好 所以被打了 这一次 看着一个仆妇抬手 随从转头 清晴的巴掌声响起 老仆 下意识的闭眼扭头 怎么又被打了 你这小子 怎么跟我们夫人说话呢 那边仆妇还没有完 树梅喝倒 一面指着人来打枣 仆妇不敢怠慢 忙急不过去 仆妇还在树梅怒喝 好好的咒人病 你是哪家的规矩 咒人病 老仆忙躬身事理赔罪 一面喝吃自己的人 把随从拉开 那边秦夫人才不会 跟这些下人亲自生气 已经走到 成交娘面前说话 不知说了什么 四周仆妇丫头都笑起来 唯独成交娘 神情无恙 哎呀 还是不好笑啊 人家特意来塑行的 就笑一笑吧 秦夫人说着 伸手俯着成交娘 见头笑 成交娘看着她 呼地说道 柳林横赠酒放达 或脱衣裸行在屋中 人见机智 灵约 我以天地为洞鱼 屋室为库医 诸君何为入我库中 在场的人都愣了下 秦夫人第一个回过山 神奇大笑 其他人这也才反应过来 细想一变 意识大笑 你这小儿 你这小儿 你这小儿啊 秦夫人笑得直不洗腰 脸都红了 伸手捂着肚子 扶着仆妇指连连说道 成交娘微微笑 对她欺欺失礼 这边老仆拉着随从 低声贺问 这边老仆拉着随从 低声贺问 随从捂着脸说 我真没说什么 就是问候一下周夫人 说实话 这一次打得并不疼 但随从的眼泪 都要掉出来了 男儿有泪不轻痰 只是味道伤心处 为什么但凡她一开口 就要挨打呢 太冤了 你认错人了 怪不得人家打你 王氏七郎打个哈欠说 因为她不是周夫人 太懒得过去问好 这个不是周夫人 果然不是 那她是谁 看着气度 以及出行的阵仗 可不是一般人家 老仆忙询问一旁 周家随从 你们连这位夫人 都不认的 随从下巴仰起来 黑洞洞的两个鼻孔 冲着王家诸人 虽然有句话没有说出来 但王家的诸人都死听到了 一点见识都没有 老仆 含笑说道 我们来竞争时候短 小哥请指教 小马车 周家的小司 抬着鼻子说 王家诸人都看马车 马车是不错呀 那莲花垂坠 是公主府秦家的灰迹 周家的小司 实在看不下去 这群乡下人 干脆说道 这位便是秦夫人 公主府 秦家 虽然不认得人 但是 这个名字 却是听过的 王家诸人 顿时一脸惊恶 周家再厉害 也犯不着秦家来讨好吧 难道 老仆 磕巴着说 这位 秦 秦夫人 是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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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小娘子的 难不成 是来送你们的 周家的嘴从 痴声笑着 打量一下老仆 笑嘻嘻反问 在秦夫人的目送中 大路上的人马 渐渐化为一个黑点 仆妇笑说道 夫人 虽然没有十里相送 如此也够了 嗯 秦夫人点点头 这么个古怪的小娘子 想一想 倒也真有趣 她笑着一面转身 抬头看不远处的城门 怪不得这傻小子 如此不舍啊 仆妇们随着她的视线 也看过去 城门楼的最高处 隐隐可见 站立着一个身影 怎么能走得那样干脆呢 咱们能一点不舍也没有呢 到底也是相处了这么久 从无视同悲 到正式嘲讽 再到明暗合作 在她眼里 就没有一点点不同吗 秦氏三郎望着望不到边的天际 轻轻吐出一口气 家世 人品 没有什么不同 都一样 为什么就没有不同呢 人和人 怎么能一样呢 人和人 人 秦氏三郎猛的前脉一步 伸手抓住墙头 莫非 这人不是指别人 而是指她 人怎么看她 怎么带她 如果你知道我的规矩 还让不让我给你支腿呢 眼前浮现那小娘子的面容 秦氏三郎猛的前脉 秦氏三郎再次摇头笑了笑 所以 又有什么不同呢 自己跟别人也一样 这个成娘子啊 其实不是对别人口毒心狠 而是对自己口毒心狠啊 秦氏三郎想要抬脚转身下楼 但最终还是没有动 抬头看着无边的天际 几只乌鸦怪叫着从屋檐上飞过 去 去 去 小童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静元俊王回过头 看着被几个内侍小心搀扶的二皇子卖上来 这边的宫殿人计罕至已经弃用 门楼上扎扫丛商 内侍们看清静元俊王 顿时喊道 哎呀我的殿下 您怎么能坐在那里 快些下来 殿下去可怎么好 静元俊王微微一笑 在厅楼的栏杆上晃了晃腿 没有说话也没有坐回来 哥哥 你怎么来这里了 二皇子问道 一面摆脱内侍的拉扯 提着衣袍高兴的跑过来 静元俊王伸手拉过他 在内侍的惊呼声中 抱他坐在自己的身旁 哇 这里 能看很远呢 二皇子没有丝毫的害怕 而是激动兴奋的挥手喊道 静元俊王看着远方 是啊 这里是宫里 能看得最远的地方了 我小时候常想来 但没人陪我来 也没人敢让我来 如今我大了 自己能来了 哥哥 来这里看什么 我呀 送个朋友 静元俊王微微一笑 依旧看着远方 送个朋友 这荒凉偏僻的地方 除了乌鸦 就没别的活物吧 内侍们忍不住打个寒战 只觉得大白天的森寒 殿下 殿下 快下来 他们不再迟疑 说什么也要把人带走 不带他们上前 静元俊王已经举起二皇子 内侍们捂着脸发出尖叫 尖叫声中 静元俊王转身从栏杆上跳下来 将二皇子稳稳地放在地上 二皇子兴奋地喊道 哦 哦 哥哥 哥哥 再来一次 再飞一次 内侍们扑过去 将二皇子抱开 带着几分怒意 瞪静元俊王 静元俊王没有在意他们的不救 哈哈笑着抬脚迈步 走了走了 真走了 陈家 一身家居长山的陈少 盘西随意地坐着 听着小丝说话 陈老太爷瞪他一眼 那还能假走 这娘子只怕都不知道什么叫羽营还剧 说什么就是什么 呵呵 是 当时这娘子来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呢 没想到这么快就一年了 他说了这话也才刚察觉 这城娘子来京城才一年呢 怎么感觉过了很久似的 现在想来 自从这城娘子来了 这一年几乎没有消停过 让他惊讶了多少次 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他忍不住扭头看父亲身后的屏风 上面几个浅浅的印记 此时看来 确实很显眼 人命 那些都是舌在那小娘子手里的人命啊 这个小娘子 今年才鸡鸡啊 如此煞气的人 陈少心里承认 那秦家的小瘸子说的没错 自己的确是有些顾忌了 听到这小娘子真的走了 他心里竟然松了口气 回去吧 女子家 回去安心的嫁人 相夫叫子吧 这才是一个女子该有的日子 念头闪过 陈少又苦笑着摇摇头 对于一个女子如此顾忌 是该说自己谨慎呢 还是自欠呢 我说自己的心里 我说自己的心里 那是一个女子 她说自己的女子 为什么她说自己的心里 我说自己的心里 你也没有什么 那是一个女子 就算你